夏天是水果当造的季节 当中有不少还要是期间限定的 例如是西瓜、荔枝、榴莲 而今次不如顺应一下芒果控的要求 介绍一下芒果 不如先做个文条 看看大家喜欢吃哪种芒果 是水仙芒 水仙芒为何呢?香甜 暂时当然是芒 香甜 它是很薄的 它是比利品芒果很好吃 那么多人喜欢吃,不怪不得了 逛了几区的街市 到处都看到有芒果卖 有大的、有小的、有黄的、有绿的 不过就这样吃芒果好像没什么新意 所以有甜品店就搞搞新意识 用独有的配搭刺激你的味蕾 我现在就来到这间 专吃芒果的甜品店 这里的芒果 全部都是来自自家的菲律宾果园 你看看,每一块女菜芒都超级大 嗯,很甜 夹一起吃,看看是什么感觉 又甜又脆又烟 是很满足的感觉 哇,这么快就被满足? 看来芒果甜品的威力真的不惹小 之后不如这样,试上这里另一自创招牌甜品 试芒果菠萝包 自家製的菠萝包割开 之后加入吉士醬和每粒自私楼2cm大的芒果粒 感觉有点像港式的泡芙 这些情况一定要一口咬下去 来吧 试试 整件事就是… 外面就是热辣辣 之后,里面的芒果又甜又冰冻 嗯 除了两款自创的招牌甜品 还有首度推介的七月新甜品 哇,用料是相当十足的 原汁原味的羊枝甘露打成冰沙 再内藏了红豆做配料 加上粒粒芒果 再配上一粒粒的雪燕,绝啊 老板Wenzy有三种切芒果的方法 方法一是水杯切法 首先就将芒果切成一半 然后将皮和肉之间沿着水杯插进去 将皮肉分离 玩这种方法 绝对不会令任何果肉和果皮黏住 吃得足够彻底 但口感方面,筋就会比较多些 方法二 格仔切法 首先就切了一半之后 将芒果肉切成一格格 反转块皮就这样吃 最后一种方法就是切花形 切之前先用竹签将芒果的底部固定好 接着再用刀在底部开始切花粉 每层之间都需要有一定的距离 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学切完芒果之后 是时候和各位芒果控介绍一下 本年度的芒果流行棒 今期流行流行 放心,是没有临琴的出现 我说的是芒果 每年都有几款芒果 特别受欢迎 香港人对于季节限定 这四个字是特别敏感的 所以泰国的彩虹芒 一定会成为全城的焦点 大多数的彩虹芒果 都是由泰国果园采摘之后 送去机场 再即空运来香港 确保品质 至于味道和肉质方面 它的级别是属于浓甜 真的很甜 它的甜度是直逼 好像在吃糖 而且它的肉质是比较厚实 皮薄很小 这个真的 在你吃的同时 不如让我介绍一下 另一种人气枝酸芒果 来自台湾的过江龙埃文芒果 它外皮红铜鲜艳 家印用了温汤处理的方法 对抗碳醉病毒 从树上扎下来之后 将芒果放在50至60度的水 蒸20至30分钟 令外皮更光泽至余 更可以提升的甜度 很厚 它是带香甜的 在这里给大家一些小提示 芒果买了回家后 要放在室温阴凉的地方 大概一至两天 等它开始出现黑点 就是最佳的食用时间 接下来又是要介绍 另外两种泰国芒果 第一种叫做龙珠芒 一看就知道为什么这样叫它 每个龙珠芒重600克至1公斤 比一半的芒果 大成2至3倍 肉厚多汁 它的甜度更高达17度以上 不过不是每个街市都找到 很多时候都要在网上订购才买到 但想试试这么大的芒果 等下都值得了 最后就是水仙芒 相信你跟我对它 完全不会陌生的 外皮鲜艳明黄 果味有如淡淡的水仙花香 带有少少酸味的它 最好是用来做芒果糯米饭 酸味可以解除椰椰糯米饭的你 它们双劫合璧 简直令我们完全吃都停不住 今快就吃完了 不要紧 让我立即上网订多几乎 回家慢慢再吃过